我們這一集的話就不看字幕機了 然後也歡迎您來到我的沙發區和我一起做的聊 首先我看到我的頻道上面 因為我有做一支就是在講影后的一口氣看了 看完十二集的看後新的報告 回想是還有啦 這之中呢 絕大部分的觀眾都還蠻愛這個作品的 那當然也有小部分的 比方說我看到兩支帳號是這樣說 第一個帳號是說也是剛追完這麼強的卡斯 可惜劇本對不起演員 第二個帳號是說這部戲太多部分 抱歉我講錯了 這部戲太多部分很牽強很粗糙 就是還是有這樣的一個負評 我必須要講其實這樣的負評的話我本人是尊重 因為沒有太過激太偏激 完完全全表達他們的對於這個影集的不喜歡 我是予以尊重啦 但是我必須要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影后這一支影集的話 算是目前台灣製作的至少在今年我看到的影集之中 算是還蠻這個演技陣容堅強 然後攝影啦 髮裝啦 美術啦 劇情啊 各個層面已經算是還蠻perfect的 所以假如說覺得他很出招的話 我是比較好奇你適合什麼樣的影視劇作品來做比較 假如說你要和好萊塢的影集 比方說像是紙牌屋啦 或者是像我最愛的婦人之文 或是即將要準備要上映的百蓮花大版點第三集 那個真的沒辦法比較啊 為什麼 因為我常常在講嘛 其實我們這個產業就是這樣子 預算決定一切 你有夠多的龐大的資金在後面給你撐腰 呈現出來的絕對是最精美的啊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覺得假如說是用這種這個畫面的 比方說道具啊 諸如此類的這種方式來去設想 然後來做比較的話 我認為這是比較不公平的齁 但是其他層面我只能說 我只能說我不認為齁 我不認為這兩位帳號所說的這一切 我很喜歡影后這個影集 我很喜歡這必須要老實說 然後在我們的頻道上面 欸好巧不巧齁齁 在台灣齁 是透過Netflix這個製作啦以及上架的影集 剛好我們以四句誠實說都有製作過齁 當然可能有些影集我露死掉啦 這不得不說 不過我這邊的話齁 我現在還沒有去拉數據 完全是憑我自己的印象齁 我必須要做一個小排行齁 熱度的排行齁 熱度排行第一名的話齁 是花燈初上這個作品的話是2021年11月26日上架的作品 然後他總共有三季 二十四季 這影集的話齁 他也是全明星陣容 然後我覺得他厲害的地方齁 第一他一口 陸陸續續啦 陸陸續續他做了三季 然後他又是這種比較少見 在台灣比較少見的劇情就是 真正的犯罪懸疑偵探 然後有點獵奇的 這樣的故事劇情 在台灣的話是比較少見 應該是說 華語系的製片的話也是比較少數啦 這是他強的地方 因為會去掉觀眾的胃口 會一步一步的想要往下去看下去 到底兇手是誰 然後裡面的人物刻畫又非常的立體 然後花子 我現在講花子 大家腦中有沒有那個畫面 是不是很可憐 對 所以我覺得這次花燈初上他的強悍的地方 然後再者 因為我以前和我的粉絲們有聊過 我年輕的時候有在類似像酒店型態的KTV工作過 因此花燈初上他的所設定的時空年代 和我那時候在打工的時代還蠻像的 還蠻類似的 所以我相信在看這個影集 之所以會喜歡花燈初上的朋友 多多少少都是五零六零年代 上個世紀出生的跟我一樣的觀眾朋友 所以會很多的你知道就是那種共鳴 帶入感在這個影集裡面 所以花燈初上是目前 至少我們頻道所做的台灣和Netflix合作出品的影集之中 花燈初上真的是它那個熱度化體度 無人能及 而且它真的是現象級 現象級 因為我們頻道不是只有在透過YouTube才看得到 我們也是在B站上面 也有中國的這些觀眾朋友們 以及網友們做分享 欸! 花燈初上在中國的討論度也是爆高耶 也是爆高 所以這是我透過後台數據 憑我的印象 我所看出來的一個排名 比較ROUGH一點 然後在目前的話 第二名的話 應該是不夠善良的我們 這一部影集的話 一樣也是在今年2024年的 4月6日上架的 然後只有一季八集 這個影集的話 我覺得它比較偏向於 就是 姐姐妹妹們 會喜歡看的影集 很多東西 就是你知道 家庭啦 愛情啦 然後 職場 這一系列 但是它還蠻有趣的 這不得不講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它的熱度算是排在第二 但是它有個很大的特色 它這個大的特色是說 因為我有在我自己的粉專上面 就是有寫一些我對於影集 以及電影的看法 那不夠善良的我們 是比較特殊的現象 在FB粉專上面 得到了 大概有兩三千個留言回應吧 還有 還有人因此而吵架 千萬不要這麼做 不要這樣 所以我覺得 不夠善良的我們 是讓我比較有印象在 而且是 真實的數據 它是在文字上面 就是我的這個FB粉專上面 這種圖文式的 很有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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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做極速型態的 好像還好 因為我好像有 有做帕克斯型態的 有做帕克斯型態的 但是還是沒有比 華燈素上強 它的熱度是排名第二 這之中呢 我必須要講 有一支影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這支影集的話叫 《醉夢者》 《醉夢者》 《醉夢者》是我很欣賞的導演 陳宇隆 陳道所指導的 在2019年11月31日上架的作品 總共有八集 然後也只有一集 這個作品的話 嚴格意義來講 是Netflix第一支 第一支和台灣的團隊合作的影集 然後它的預算 非常非常的高 應該是我講的這幾支 剛剛講的這幾支 華燈素上 不夠善良的 我們影集影后 比這幾支都還高 你從那個畫面的質感 以及它裡面 所用到的全明星的卡斯陣容 你就會知道它 是一個很大手筆 大預算 好萊塢等級的一支影集 但是呢 我必須要講 它的確在那時候也是現象集 因為第一支Netflix台灣的影集 當然會有一些話題性 但是呢 我認為啦 我認為它的劇情的話 還蠻可惜的 就是沒有像想像中的好 就算我看完了之後 我覺得它的劇情層面的話 就是有一些 呃 不能說俠不言語 是蠻看得到的 一些瑕疵 然後一樣 《追夢者》的話 我也有做《帕克斯心態》 算是那時候 討論度還蠻高的 然後另外一點 假如說 對許光漢喜歡的觀眾朋友 可以去找《追夢者》來看 因為《追夢者》裡面呢 有很精彩的許光漢 揮一場揮一場揮一場精彩 假如說想要看 就只想看精彩 而不想看過程的話 我建議大家去找《追夢者》的最後一集 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好不好 然後《追夢者》的話 它的熱度還不到滑燈出上 大概是不夠善良的 我們再上去一點點吧 但是 它的熱度的長尾時間不夠長 這必須要這麼說 然後 不過《追夢者》是比較特殊一點 《追夢者》和我討論交流最多的其實是 Z四代的年輕人的觀眾 會比較多 然後目前排名第三的是《影后》 不過《影后》在上一週到這一週 它似乎有在熱度這個層面 它似乎有在攀升了 有在盤升有 似乎有要超車 不夠善良的我們 《影后》的話是在今年的十一月七日 然後也是做一季十二集的一個 印記作品 所以目前的話我這邊所看到 比較ROUGH的 憑我的記憶所看到的這樣的排行 第一名是滑燈出上 第二名的話是不夠善良的我們 《追夢者》 似乎也能夠排到第二名 然後《影后》呢 他目前位居第三名 不過他 我相信他有資格 他有資格去超車 不夠善良的我們 就是成為一個現象級 我覺得現在影集作品 以及電影作品真的不好做欸 因為你要有夠龐大的行銷預算之外 然後真的也是靠運氣 我必須要這麼說 因為不是每個影集的劇情 影集或是電影的劇情 作品 都會能夠成為現象級 所以能夠成為現象級 真的是上輩子上輩子想燒得好啊 我只能這麼說 然後我這邊的話是給業內人士的一個 小小的提醒 就是說 給影視的行銷團隊的一些小提示 我覺得 這個作品 就是不要怕人家去傳 就是不要怕人家去講啦 我相信有些 這個 可能是製片啦 或去組團隊 因為其實很討厭人家 很討厭YouTube上面有些人 或是有些影評 去把一個影集 講得怎樣又怎樣 或者可能就是不想去看 不想去聽 我是覺得齁 其實進了這個圈子裡面齁 就像 進了廚房你就不要怕燙吧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假如說沒有人討論的話 那個才是最糟的行銷 所以這個是講給 行銷團隊聽的 內行的人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因為我認為其實在影后的行銷的 這個 這個私利點上面 似乎有這樣的一個狀況存在 所以一個小小的這個貼心的提醒 在影后這一支影集之中齁 裡面有三位比較凸顯的男性角色喔 然後這三位男性角色呢 假如說要以排行 我自己主觀的認為的排行的話 我認為齁在演技力以及這個 劇情安排上面比較看得到的齁 排名第一名的是黃帝洋 因為他演這個經紀人很像 很像我這個工作日常生活周遭會遇到的人 嘿就是這樣 嘿就是這樣 然後很神奇啊 我講的很神奇是說齁 像他們這樣的人齁 你說他們為了要錢為了要名嗎 其實也不是 好像就是天生生下來 就是一個直視的角色 就是為他的組織而服務 喔有這樣的人在喔 有喔 所以黃帝洋演活了 壁虎這個角色很有趣 雖然他是一個配角但是 你知道這個影后這一集齁 影后這個影集齁 沒有壁虎的話真的是比較不好笑 哈哈哈哈 很好笑齁 所以這個壁虎經紀人也虛偽影后 這個增設許多 然後第二個是詹槐玉 你說演得流氓 欸因為我認為齁 我很認真在看詹槐玉演的戲 他 我覺得他比較特別一些 他比較特別一些 他是會演戲的人 應該是說他演活流氓這個角色 但是我看他的演戲的話 不知道欸 就會覺得說有一種 很莫名的隔閡感 很奇怪 他有個距離感 但是不是他刻意去營造的 我不知道是哪裡被我看出來 我假如說真的要去戲舊的話 我可能還要再看幾遍 所以我看那個詹槐玉 他的作品的話 在影后這一支作品的話 我會有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產生 不是不好 但是說不上來就是會有個距離感 然後詹槐玉大家都說他很帥 甚至演藝文演導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看他能不能夠成為許光漢第二 我覺得假如說要靠顏值來闖蕩 演藝界的話 真的是好看的人好看不完 因為我說實在話 說張懷雲是天菜 我覺得應該是說 現在很多的社群媒體 有很多的這樣的boys 都是這樣的樣貌 所以我覺得去磨一下演技吧 然後那個距離感我還要再研究一下 不是不好 不是不好 但是很特殊 也不是青色 就是一個距離感 我只能這樣形容 然後排名第三的是薛士林 薛士林是很會演戲的人 唱歌也厲害 當他從一個歌手轉到 演戲的演員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能夠如此這樣的無縫皆歸的這麼完美 所以薛士林是演戲的 會演戲的很厲害的演員 我看過他的一些作品是很有說服力的 然後他都可以進入到不同的角色之中 這是薛士林他有 其實每個演員都很用功啦 但是薛士林的話是有讓我看到 他有進入到這個不同的角色裡面 然後在這一次影后 為什麼排到第三 我覺得應該是說 應該是這樣說 我覺得他演的這個導演 很沒有說服力 但是怪也貴在這個很沒有說服力 因為他就是一個 軟爛渣的一個導演 然後也沒有什麼能力 又很自我為中心 對啊 你看當他拿到獎的時候 竟然沒有想到他的身邊人薛 對不對 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太自我為中心了 所以 我覺得 這樣的導演 你知道導演要做很多的事情 要去掌控很多的事情 所以 對啊我覺得他沒有說服力 我只能這麼說 但是呢 這種 很沒有說服力在影集之中呢 又很貼合他這個角色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所以 假如說 我覺得 爬他排到第三 有點比較不公平啦 因為假如說 是因為很沒有說服力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 假如說以這一點來看的話 他應該是要排 就是說這三位男演員之中 他應該要排到第一名才對 所以 這是 我的一個小小的看法 然後 最重要的就是 來聊這個名場面喔 其實影集之中 有很多的名場面喔 所以我也是花了一些時間 然後認真去思考一下 哪些 在影集之中的場面 是對我來講 是一個名場面喔 當然 這是我主觀的看法喔 我主觀的看法 假如說大家 有不同的想法 也可以在 歡迎在底下 和我一起聊 好不好 名場面的第四名呢 出現在第四集的 三十三分零四秒 是艾瑪和小南瓜決裂的 這個劇情 因為 因為 我那時候一步一步看 我必須要講喔 其實我在看這個影集的時候 在第三集的時候 我已經在猜 史艾瑪會黑花 但是 我很不希望往這個方向去走 因為在那時候的話 史艾瑪和小南瓜應該 因為 事盡的關係已經認識了 然後 我很希望 這兩個在劇中的 小女演員 能夠 好好的相處下去 不要黑花 不要往那個方向去走 所以 在第三集的時候 我已經有看到這個情況了 所以 在 第四集的時候 用這樣的方式決裂 一方面我覺得 有點太殘酷了 二方面有點 會有點動漫感啦 這不得不說 但是呢 這動漫感又 卻是這麼樣的合理 所以 他排在我的 影后的名場面的第四名 然後 其實演小南瓜的 這位女演員 詹子璇 也還蠻厲害的 當然 那個 演史艾瑪的這位 林婷毅吧 林婷毅 他也非常的強 因為他這麼小的年紀 要和這些 在劇中 不論是劇中 就是女民戲 或是現實世界之中 就是 演技很厲害的女演員 能夠對戲 我覺得很不容易的 而且 我覺得現在網路上面 對他的批評比較多的是說 他的演技怎麼那麼 青澀 這個 深色啦 太嫩啦 什麼之類的 大家不想一想 也很貼合現在 這個影集之中 史萊瑪這樣 的一個人設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很看齁 史艾瑪 他未來的演技之路 林婷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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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未來的演技之路 好 名場面是第四名 就是 史艾瑪和笑南瓜的決裂 名場面的第三名呢 出現在第四一集的十三分三十九秒 史艾瑪為了要報復 英英姐 然後呢 尤彥芳 這個尤姐啊 他是 到廁所 像史艾瑪 小椅大意 其實這一段劇情安排 有他的轉折性 那甚至這個轉折的話 大家可以回憶到 一剛開始 史艾瑪被 英英欺負的那個情況 所以 我覺得他劇情強悍的地方 他其實是會帶著觀眾去回想 去思考 他們曾經發生了什麼事 前因是什麼 才會導致這樣的因果關係 所以 這個會帶著觀眾去做回想 然後進入到 尤彥芳這個階段的話 因為我有拍過 一個廣告也是 類似的手法 螳螂補產 黃雀在後 所以 我很喜歡這種 你知道 鏡頭語言 以及這個意味在 這個 楊貴妹 楊姐 她在這一段的話 就是有這種螳螂補產 黃雀在後的意味 非常非常的高照 然後又不撕破臉 所以這是在劇情 以及演技上面 很強悍的 會排在 我心目中的 影后的 名場面的第三名 啊第二名 來啦 第二名來啦 第二名的話 是發生在第五集的 四十三分十五秒的地方 就是胖姐啊 她還不知道 死愛馬已經背叛她了 跑去和靴簽約了 我跟你講啊 那時候我看到這一段 我真的是 哭的 哭到不行 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而且哭到有點心在痛 你知道 那個 就是 那種感情分手 或者是說 真的是那種 很大的痛 就是 可能 追星自古的痛 就是這種意味 所以那時候 我心有湊痛一下 我的確有 我的那個頻道上面 有網友也這樣說 所以我懂 我懂那個感受 有心痛的感受 就覺得胖姐 你怎麼可以這樣背叛她啊 她對你這麼樣的 有情有義 對不對 當然 身為觀眾的我們 看到的很多的面向 比方說她去罵一個製作人 還是暴打那個製作人 太有義氣了 對不對 身為觀眾的 我們是有看到這個面向 但是史艾瑪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所以就會覺得 史艾瑪用這樣的方式 這樣對待胖姐 這怎麼可以 這不是人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那個心痛的話 我會覺得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的 現實生活之中 我自己部分的人設 其實有一點 胖姐的人設在 所以我很懂耶 那種被背叛 被背叛的那種 真心患絕情的那種 滋味是什麼 所以 鍾心靈演得很好 演得很好 我現在想一想又想哭了 然後 史艾瑪呢 其實我就再回去看了一下 其實她有說 對不起 但是為時已晚 為時已晚 而且再者是說 史艾瑪她算是一個很聰明的小女孩 她會不知道有這樣的場面嗎 還是真的覺得 怕對不起 胖姐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說不過去啊 所以那時候我有在網上發問 我其實蠻好奇的 那時候編劇 在編寫這一段的時候 對於 胖姐以及史艾瑪她們的那個 內心的心理的狀態是什麼 如何去看待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比較好奇這件事情 對 就是 很壞啊 很壞啊 然後這邊也有那個胖姐的 胖姐的名言 在這邊也出現 第一個名言是 女明星可以醜 但絕對不可以胖 第二個名言是 等你四個咖才有資格掉眼淚 第三個名言是呢 對自己沒有信心的時候呢 就大聲唸得獎感言 好不好 大家也把這個三個 三個經典名句把它背下來 OK 好 所以 剛剛是講到 明朝面第二名 所以是 胖姐 被史艾瑪背叛 就是 史艾瑪去和學前約了 但是呢 她只透過一封Email 去告訴胖姐 欸 這真的是很糟糕欸 對不對 相同於社後不離吧 你好歹 當著面和人家說 拜拜嘛 對吧 對吧 怎麼是用這樣的方式呢 很糟糕很糟糕 再加上史艾瑪那麼有心機 所以我不知道史艾瑪 在當下到底在想什麼 對 而且 那不是只有一天發生的事情 其實 在故事劇情之中 我相信已經 她有一個時間流程啦 應該已經過一陣子了 那在這段時間 至少一周以上的時間 史艾瑪你是不會怎樣 是不會去跟胖姐說一聲嗎 對不對 很糟糕欸 真的是很糟糕 就是一定要 鬧到場面這麼僵了 才要來處理這樣的 這麼大的事情 我覺得是很沒有智慧的一個人 好 最後最後 名場面的第一名 第一名呢 出現在第三集的六分四十八秒 這個是四人的戲喔 就是 茵茵姐 她一直以為她自己 野貓嘛 野貓 野貓 對 就是TV她的那個 作品 野貓 她一直以為 她在野貓裡面 飾演 女兒的角色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厲害的地方 是說 但是呢 她出現了反轉 我們觀眾也一步一步看下去才知道 哎呀原來茵茵姐不知道啊 就是說她厲害的地方喔 就是 在 同場演戲的這四個角色之中 包括我們 觀眾 其實 除了茵茵姐之外 大家心裡 都知道 其實茵茵姐是要演媽 而不是演女兒 她沒想到茵茵姐沒有這樣的認知啊 都回死吧 對 所以這是很好笑的 所以她是帶著觀眾們一起進入 整個世界之中 和這四個 劇中人 坐在那個table上面 去看這個事件的流程 然後 茵茵 這碗妳演得很好啊 就是一個很機車的女明星啊 一下不能喝冰的 一下又要換位子 要喬一下 她又裝忙 然後整個公主病大爆發 就是 連薛妳都還要和她發屌 這是搞什麼啦 我那時候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真的是要看重點 因為她這個 裡面的台詞寫得好是出現在 誰能 誰能 到底誰能演嘛 對不對 到底誰能演這個女兒 很好笑 太好笑了 誰能勉強得了我 誰 一種 就 就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展現 真的太好笑了 太好笑了 然後這整個劇情的話 我覺得很像 日常生活中 有時候會不時的去發生 像類似這樣的狀況 就是這種狹起狹巴的尷尬場面 很好笑 很好笑喔 對 所以她會成為第一名喔 她會成為第一名的原因喔 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 這個 透過劇情的安排 其實透過演員的 帶著觀眾們的入戲 是一步一步的 和 這整個 事件 的推展 是 是同場的 你同事件在那個裡面 以及同時之間 可以感受到 這四個人的 情緒微妙變化 特別是 曾婉婷的那個 陰陰 太好笑 陰陰姐 然後 我一直覺得 哭泣和憤怒的戲 是好演的 因為 你只要去做一個 在當下的一個大爆發 夠慘 或是夠氣 那個是情緒的最高漲的 甚至最低谷的狀況 其實那是比較好演的 但是像這一場戲的話 他之所以被我稱為是完美無暇 各方面都對 各方面都對 然後呢 另外一個他很難的境界 就是這種 哭笑不得的戲啊 很難演 因為他很吃 對手戲 這個和你對手的演員的 陪襯以及剪輯 情緒都要到 這是很難的事情 所以才能夠成就這麼完美無暇的 我看了真的是覺得很精彩 一個好戲 一個完美的時刻就夠了 所以我認為 他能夠排在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的名場面 是因為太完美了 太完美了 所以 之所以我們會喜歡 看戲劇作品 就是在找這種看戲的 名場面 以及樂趣 以及感動 或是說 你從這個 名場面之中 你有什麼樣的收穫 所以我認為 假如說 曾婉婷呢 如果 因為這個 影集 他這個角色 而拿到了 金鐘獎的女配角 是真的要好好的 感謝 感謝 謝銀萱 黃迪洋 還有李雪 啊我不得不提 和他對手的這幾位也很強 但是呢 謝銀萱他厲害的地方就在這裡 所以我就講嘛 謝銀萱他的演技對我來講他 我的形容 我怎麼形容謝銀萱呢 我的形容是說 他有那種有恃無恐的 鬆弛感 這就是謝銀萱厲害的地方 非常的自然 因為他在這場戲之中呢 他那個挑眉 挑眉 挑得很 對 挑得很 對 很厲害 殺人不眨眼的演技 很強 很強 然後 我必須要講 這也有遺珠之憾 遺珠之憾的話 就像是第一集 我很喜歡謝銀 謝銀萱所飾演的顆粒分 那個一巴掌 巴 太好笑了 我從那一巴掌 一巴下去 我就知道 以後這個影集是我喜歡的 我一定會很愛 然後呢 對 這個是 讓我覺得就是 明場面的唯一的遺珠之憾 然後 對 還有個遺珠之憾 我必須要講 其實算是 黃迪洋 他那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在 在看的時候 心裡有底啊 會知道 大概黃迪洋 在劇中的話 他應該就是LGBDQ 的成員之一 成員之一 當 故事劇情進入到他的 私人的世界的時候 他對於愛情的能渴望 其實我覺得也做得很純 很純染 很純淨 我沒想到 我沒想到 這樣的一個BL的情節 可以寫得這麼樣的 而且是 不是小鮮肉的 是比較 你知道 比較熟齡的 BL劇情 能夠寫得這麼 這麼 純染 我覺得很不錯 但是沒有排名 在 這次的 明場面 四個明場面之中 算是遺珠之憾 遺珠之憾 就不知道各位 看了影后之後 這個影集之後 哪些明場面 是在心中的 也可以在底下 和我們留言一起討論 一同分享 OK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你們收看 我們下期見 拜拜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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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